大家好啊,我是戴红 同志们久等的恐龙系列回归了哈 一听到恐龙啊 大家的心目中总是能浮现出几个经典形象 其中肯定有三角龙的一席之地 在我童年时期看的很多动画片里 都有三角龙形象的角色 比如说星际恐龙里的主角团 和人者神龟里的外星人 那么今天呢 咱们把三角龙所属的角龙大家族来说道说道哈 角龙类最近的近亲可能是肿头龙大家族 二者同属于恐龙总墓鸟屯墓的头饰龙类 而早期的角龙类和肿头龙类长相还比较相似 最古老的角龙类可能生活在1.6亿年前 侏罗纪时期的隐龙 这些驻土于我国新疆的恐龙体长大约1.2米 二族战略行动,以素食为主 后来在1.3亿年前 经典老龙鹰嘴龙出现了 鹰嘴龙是一大帮子面部略显端倪的角龙原始形象 类似于成长期阶段 它们的体型较小 大分种类和犬类一般大 两族行走,头骨强壮 惠步如同鹦鹉,其实和海龟也很相似 那像夜鸭鸡一般 切割那些护甲极高的古代植物 除了外部的惠,鹦嘴龙的嘴内部还沾有锋里的牙齿 用来咀嚼食物 在恰饭这方面可谓是演化的相当周到 其中体型最大的蒙古鹦嘴龙 体型可达两米,分布于我国和蒙古 它的手臂比较短,难以伸到嘴边 功能不太好说 当然啊,还是比霸王龙的小爪爪略实用一些 可能能用来搬运物品 在1.5亿年前的侏罗纪晚期,我国出现了朝阳龙类 它们长达一米,体重约6千克 主要以植物为食 后来在大约1.26亿年前 角龙的演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史称新角龙类 堪称是角龙演化过程中的成熟期 其中最古老的成员可能是出土于我国辽宁省的辽宁角龙 体型接近一条大狗 可能是四足行走,以植物为食 它们的身上谜团还有很多 后来在大约1.13亿年前 出土于我国北部的古角龙诞生了 它们的头部很大,但还没有开始长脚 在大约8350万年前 仙角龙类出现了 这是一个大家族 长着鹦鹉一般的绘物 体型通常较小 著名的意外铸成角龙正是其中一员 在2008年夏天 出土于我国山东的意外铸成角龙 是有研究人员在一片富含鸭嘴龙化石的化石点中 意外挖掘到的 顾此得名 它们也是我国发现的第一种仙角龙类 体长2米,长相十分保守 后来在大约7500万年前 经典老龙圆角龙出现了 生物在亚洲的圆角龙类体型相对较小 大部分种类从头到尾只有一刀点五米长 它们已经演化出了 较大的如同带了护镜一般的古质褶 眼睛很大很卡通 有点夜行星 它们和意外铸成角龙一样 有着基础的四足角龙形象 大头和镜盾已经准备好了 只等着大自然来给它分发装备 虽然在大部分纪录片和科普读物里 圆角龙承担的基本都是歪倒在那被吃的形象 但它仍然在角龙类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 在9000万年前出现在中亚的湖兰角龙 和8900万年前出现在北美的祖尼角龙 和角龙科的关系很近 它们的形象更经典 和它们熟知的角龙形象更接近 但是它们出土的化石比较有限 身上的谜团还很多 究竟是属于角龙科 还是属于一个过渡的物种还存在争议 终于角龙亚本的完全体角龙科出现了 当年恐龙形象的角龙们是白俄纪晚期非常成功的一个大家族 成员众多 主要分布于北美洲和亚洲 角龙科的成员们除了头部造型不太一样之外 其他特征都很相似 基本都是四足行走 有着慧状嘴部 大鼻孔 骨骼粗壮 肌肉强壮 腰部宽阔 脚趾较短 尾巴变短朝下 在发育时期增长速度可能非常迅速 这有助于角龙们减少被掠尸者捕食的几率 同时呢 受伤之后的恢复能力也很强 角龙科主要分两大类 分别是尖角龙亚科和开角龙亚科 尖角龙类的面部和静盾相对较短 口鼻部更高 普遍占有巨大的鼻角和张牙舞爪的静盾 鼻孔接近圆形 很多种类静盾有开口 如同一个个大圆环 这对于我国山东的朱城中国角龙 体长5米体重2吨 拥有坚硬的静盾和鼻角 头骨长度超过1.8米 宽度至少105厘米 它的巨大静盾可用来吸引异性 也可用来防护自己的脖梗 鼻角可用来攻击 恶魔角龙鼠出土于美国犹他州 体长4.5米体重1.3吨 每脚又大又向上倾斜 静盾上方有一对朝外生长的细长尖刺 整个面部中的恶魔一般富有创意 阿尔伯塔角龙鼠的奈什埃尔伯塔角龙 不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体长5.8米体重3.5吨 气息于水分充足的沿海湿地赵德蒂等 在气温极低的冬日也能存活 爱士角龙鼠的拉莫斯爱士角龙 出土于美国西北的蒙特达州 体长4米体重1吨 真有发达的煤角 气息于沿海昭泽和湿地河滩 以下几种出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尖角龙 这也可能略为熟悉一些哈 冠世角龙鼠的布式尖角龙 体长5米体重2吨 垂直的鼻角 表明它能做出向上突刺的动作 给它的敌人巨龙一个上钩脚 肩脚龙鼠的爱普肩脚龙 也叫枪顿肩脚龙 体长5.5米体重2.3吨 有可能是布式肩脚龙的直气厚翼 鼻角很大 生活在水岛丰美的湿地中 极面龙鼠的丝式极面龙 体长4.5米体重1.3吨 鼻角大眉角小 生活于水泽源丰富的泛滥平原 以及森林和昭泽湿地中 而有可能的直气厚翼 相对比较出名的 脊龙鼠的爱布塔脊龙 它已经是能登上恐龙大百科的级别了 体长5.1米体重1.8吨 比较巨大 如同犀牛一般 净顿上的极似花枝招展 很富有古典浪漫气息 它的惠布常常狭窄 可能像黑犀牛那样适合抓握 应该主要以低矮的植物为食 也可能会用大脚把树木击倒吃到树叶 其实脊龙刚出生的时候 几乎没有脚 不然出生过程过于离谱了 随着年龙的增长 净顿上的脚逐渐变大 巨大的净顿和褶边 可能有增大表面积降级体温的功能 而大象的耳朵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层龙鼠的卵圆尖角龙 出土于美国蒙娜拿州 体长5米体重2吨 接近于季节性干旱的山地树林 野牛龙鼠的前弯角野牛龙 顾名思义十分抽象哈 有一个向前弯 如同火车挂钩一般的鼻角 体长4.5米体重1.3吨 出土于蒙娜拿州 可能群居生活 积极在内陆地区 能够啃食尖硬难以下咽的植物 蛾神龙鼠的霍纳蛾神龙 它的长相比较特殊哈 鼻角被搓板一样的鼻涂所取代 如同增生一般 整个面部仿佛得了骨质疾病 让古生物学家 认为这也可能是一种 类似于现代射牛的演化方式 把尖角演化成了 大面积的粗壤骨盾 相互撞击 其中6米体重3吨 出土于摩拿拿州 厚鼻龙鼠是一个 出土了三种种的大家族 加拿大后鼻龙和拉式后鼻龙 都出土于加拿大埃尔伯塔省 继续于水分充足的沿海湿地 和草木丛生的河漫滩 加拿大后鼻龙在年幼时 有鼻涂和眉涂 成年后二者会合为一体 成为一个大搓板 拉式后鼻龙年幼时有低的鼻角 长大之后逐渐被鼻涂所取代 皮罗特后鼻龙 出土于阿拉斯加北部 体重5米体重2吨 继续于水源丰富的河岸树林里 喜欢夏季清爽 冬季能下雪的地区 然后开脚龙亚科 大家肯定非常熟悉了 是一些普遍体型较大的脚龙类 它们的稳步较长 静盾又大又宽 尾巴普遍比尖脚龙更短 华丽脚龙属的理查德华丽脚龙 出土于犹他州 体长4.5米 体重1.2吨 鼻角比较顿 静盾上的装饰脚如同一个卷帘门 魅惑脚龙属的骄傲开脚龙 出土于埃尔伯塔省 5-6米 体重1.5-3.6吨 它们的静盾上 都有着大型的孔洞 其他开脚龙亚科的成员 普遍资料较少 咱们放在最后 观摩一下它们的头骨即可 现在让咱直接进入正题 脚龙科最著名的成员 可能也是全恐龙界 最著名的成员之一 三脚龙它来了 三脚龙胜过于 大约6800万到6500万以前的 白格纪晚期 它们在北美蒙的拿州 著名的地域西祖地层里 留下了大量的化石 在00年之前 就出足了大约50个 比较完整的头骨 三脚龙的头部比例非常大 如同一个爬行版大头娃娃 巨大沉重的头颅上 长着三根大脚 一根鼻脚和两根眉脚 眉脚的规模十分夸张 甚至能长达一米 这些巨大的尖脚 可能能起到战斗和求偶的功能 虽然在看到它们的外貌 咱们总是会下意识地认为 它们会对着冲撞 因为这样又是盾 又是长枪的身体构造 假如不用来冲锋 那就太可惜了 然而根据对三脚龙头骨 化石上坑洞 损伤病变的研究发现 大分时候 三脚龙应该是用躯体 互相撞击 头部的大脚啊 只要是用来展示 且要一个视觉吸引的效果 其实也很合情合理哈 毕竟咱观察三脚龙这个头 这么个造型 假如一天到晚的互相对冲 那过不了多久 估计就全计了 它巨大的静盾 如同一扇合金甲板一样 从头后部向后生长 在三脚龙小的时候 头上的脚比较短 这边的边缘 它会装饰这些骨秃 随着年龄的增长 肩脚会变得更长 而骨秃也会融入静盾 留下比较光滑的边缘 下颌巨大 绘部末端很尖锐 如同液压钱一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机器人大蕾台哈 其中的热门机器人 利剑和三脚龙的嘴 十分相似 巨大的绘部 能帮助三脚龙抓握食物 嘴里长着400到800颗牙齿 可用来取决坚硬的瘸类植物 三脚龙鼠 现有两个有效种 二是种褶皱三脚龙 体长8米体重9吨 注重了很多头骨和一些完整的骨骼 稳步较浅 鼻孔长 鼻脚小 鼻脚长 骨骼非常粗壮 而另一种前凸三脚龙 体长8米体重9吨 稳步较深 鼻脚和眉脚呈中等长度 骨骼粗壮 二者都主要趋于水分中足的森林地带 而大家非常熟悉的牛角龙鼠 关牛角龙化石发现于北美洲西部 体长可达8米 体重4到6吨 它们有着非常壮观的头部 其长度可超过2.6米 拥有强大的合部肌肉 配合着锋利的绘布和600多克牙齿组成的齿裂 能够让它疯狂咀嚼各种难以下践的植物和树木 它们体型粗壮 行走时非常稳健 静顿中丰富的血管 可能能通过充血展现多彩的姿态 来吸引配偶或迷惑对手 牛角龙和三角龙的关系可谓是纠缠不清啊 是单独的一个物种 后来在21世纪以后 很多科研人员认为 牛角龙可能是生长完成的三角龙 其实这样的情况并不少 比如有一些其他小型角龙 后来被发现其实是三角龙小的时候 然而在2022年 又发现了牛角龙的新化石 于是很多科研人员更倾向于认为 牛角龙可以被分成一个单独的属和物种 哎呀 三角龙它家可够乱的 从此刻 让我们回溯到大约6700万年前 此时的北美洲 生活着恐怖如斯的史三角龙 史三角龙鼠的荒漠三角龙 体长8.5到9米 体重10到11吨 巨大的头骨 长达3米左右 是目前已知体型最巨大的角龙类 可能是三角龙鼠的直系祖先 主要七一代水分充足的沿海湿地 和树木丛生的河滩地带 然而悲剧的是 随着版本的更新 这些古代老龙们都记了 最后呢 让我们来跟着音乐 观摩一下其他角龙类的头骨化石和复原照片 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创造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旧版本自然界 三角龙是种族的高达900的强力力量型英雄 在掐翻的时候 会裹接着原始之力 用思念图锤击倒树木来爆金币 同类之间为了交配而大打出手的时候 会使用猛撞来互相攻击 面对敌人的进攻 三角龙会首先使用重磅冲撞 让一技三角攻击重创对手 假如你选择了三角龙作为这把的英雄 那么我建议你搬掉霸王龙 霸王龙是怀旧服务毫无疑问的超神级英雄 在面对霸王龙的干客时 三角龙胜率非常的低 霸王龙一技盛宴 即可击过三角龙的铁壁防御 继而被贪食殆尽 关于脚龙大家族的介绍 暂时告一段落 给大家观看 大家喜欢的话 希望能点开三连就关注 我是戴红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 加油吧大家